下面这里进行的是做设计活动 是由旗袍制板讲师五红梅老师 向中外青少年介绍传统旗袍的制板方法 好 我们今天会教大家制作一款旗袍 首先我们手里都有一张材纸 里面的颜色是蓝色和红色 把材质这样折成一个等腰三角形 好 大家折成等腰三角形了 我们就开始把它剪成这样一个等腰三角形 就剪好了 是吧 宝贝们 那我们拿出我们可爱的勤劳的左手 首先把我们左边的四十五度角折向顶点 第二步 右手的角 往我们的A面折 折向A面 折出这个形状 我们把这个角减去0.5 四分之一处减10000 对 减到这里来 我们接下来都剪好了是不是 是的 待会打开再剪 再打开 第一步打开是这样 这个时候我们把枕边剪开 把枕边剪开 全部打开 全部打开的时候 这一片是背面 这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成品 嗯 嗯